午餐白白種 你想選哪一種呢 我們準備了政治新聞 國際時事 人文科普 生活新知 給您不一樣的觀點 不一樣的選擇 非碟午餐 銀奶精掌煮 哈囉 歡迎來到非碟午餐 我是銀奶精 謝謝這個YouTube朋友呢 來收看這個直播 同時呢 也謝謝啊 也邀請您呢 到我們的臉書 非碟午餐 銀奶精時間呢 幫我們按讚 幫我們點贊 說一件很重要的這個新聞啊 您可能沒有注意到啊 呃 今天呢 大陸的農業農村部啊 他們在這個例行的 呃 例行的 到底是不是例行 還是特地 農業農村會 他們在這個新聞這個訊息 這針對呢 第三季的重重點農業市場啊 重點農業市場啊 的情況呢 舉行了這個新聞發布會啊 欸 我不確定他們是不是例行的這個記者會啊 但是呢 今天呢公布的訊息呢 非常的重要 時機點呢也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 他們在強調的是說 大陸現在呢 非洲豬瘟的疫情趨穩 相關政策的措施效果開始顯現 生豬生產恢復的積極因素增多 形勢逐步好轉 為什麼說這個新聞很特別 您可能根本沒注意到啊 或者是一晃就這樣過去了 可是這個對大陸來說呢 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那他們開會的這個呃 對外發布這個新聞訊息 其實一點也非常重要 有兩點啊 第一個 因為呢 今天10月17號 就在10月14號的時候 中國大陸的總理呢 李克強 他到西安去考察的時候呢 他突然呢 就轉進了一家啊 轉進了一家 呃小店 那這個小店在賣什麼呢 大家知道西安什麼很有名 西安什麼很有名 除了泡沫以外 就是那個肉夾磨非常的有名 他就轉到了這家 這個肉夾磨的小店是零食的啊 所以大家都呢 都嚇一跳 然後正是在這個中午呢 用餐的這個時間 所以店裡面的人呢 非常的多 那李克強去那幹嘛呢 他就問說 現在呢 肉夾磨多少錢一個 漲價了多少 好 漲了多少 然後問大家呢 對於這個物價上漲的感受 我們知道啊 大陸因為這個非洲豬瘟的這個影響 豬肉呢 都撲殺了嘛 撲殺 然後呃 非常非常的 這個豬肉非常非常的短缺啊 中國人啊 其實台灣也一樣啊 就中國大陸也好 台灣也一樣 就是華人啊 我們是 除了這個穆斯林之外 我們是吃豬肉呢 就非常非常多的一個民族啊 所以呢 當這個中國呢 沒豬肉可吃的時候 這個對於民生各方面的影響 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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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大的啊 呃 別說在這個早早期的時候了啊 呃 大陸在這個文革時期的時候 那個豬肉啊 豬油啊 那都是都要配票的啊 一肉難求 一油難求啊 很多人 很多這個農民呢 他就是偷偷的啊 偷偷的去炸那個油啊 呃 那炸 這不是比如說什麼油菜花啦 炸那個油 就是連一口那個油啊 都吃不上 那更別說是一塊肉了啊 那現在當然就是生活好了 生活好了太多太多了啊 所以說當很多的這個父母呢 在跟小朋友們講說啊 我們以前小以前的時候呢 呃 年輕的時候呢 呃過年的時候呢 能夠吃吃上一碗這個餃子啊 然後有這個豬肉餡的這個餃子啊 是多難得啊 平常的時候呢 那個豬肉大家在搶成啊 就是那個肉票就等到 你有你有票有的時候 常常也都也都等不到這個配給 那小朋友都會覺得說是難以想像的啊 那現在呢 呃大陸呢 呃在過去這麼長時間的 因為非洲豬瘟的關係 使得肉的這個供應不上啊 影響這個物價 對於呃大陸來說呢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啊 這個比這個關心這個香港這個暴亂 還來的重要啊 因為你的豬價要穩定啊 然後特別是呢 呃大價大節這麼多 那遇到大價大節的時候啊 像很多要拜拜啦 好要這個過年啊過節啊 那個肉肉的供應量呢 呃 供不上啊 那個價格一推高 明星呢其實就會浮動了啊 連一口肉呢都買不到 連一口肉呢都吃不起啊 所以為什麼 所以當這個李克強 他14號到這個西安考察 轉進這個肉夾磨店的時候 然後去問那個顧客 大家感受的時候呢 所以這樣子的一種這個舉動呢 當然就是很很很震動的啊 對於中國的老百姓來講 呃 李克強總理 克強總理 他們都很習慣稱克強總理 就直接叫名字啊 這麼的親切 好然後呢 就克強總理 是真真真真真真真心的啊 關心民眾的民眾的生活的這個情況 關心這個物價 那所以呢 今天這個中國的農業農村部 開這個新聞發布會 特別強調這個非洲豬瘟疫情趨穩 呃 當然是回應總理的關切 同時也要回應大眾的這個關切 因為呢 就在才剛剛公布的 呃 中國大陸的CPI CPI的這個數據啊 是昨天吧 他們昨天這個公布的 國家統計局 就是李克強14號去 15號16號 呃 國家統計局 呃 公布了這個CPI的這個數據 因為受到呢 9月啊 豬肉 豬肉價格 按年上漲了多少 69.3%的影響 所以就推動了這個 中國大陸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的上漲了3% 這個是從2013年11月以來 中國大陸的CPI呢 再次觸及了3 而這其中呢 因為豬肉價格的推升 就讓這個CPI上漲的這個部分呢 就貢獻了超過就過半了啊 呃 那因為這個豬肉上漲 那所以就是 大家買不起了啊 就是你吃不起來 你到不管是餐廳了 或到這個市場 那個肉呢 都都貴了哈 可能連那個肉夾磨 因為那個店 那個店老闆 我看他講的是有點含蓄啦 他就說 長了一點點 不知道漲了多少 對 都有很大的這個影響 那因為豬肉漲了 那其他的這個替代的 就就會產生消費替代嘛 所以是牛肉啦 羊肉啦 雞肉啊 鴨肉啊 雞蛋啊 通通上漲 都按年按月的這個上漲啊 所以整體的這個物價的這個推升 就造成了很大的很大的這個壓力啊 雖然呢 根據中國的農業農村部呢 他們是估算說 現在呢 因為有關於活豬 我養一隻豬啊 養一隻小豬到他可以就是到市場上去 他起碼要這個十個月 然後非洲豬瘟呢 這麼大的這個規模啊 除了這個穆斯林區之外 其實中國整個都在這個疫區之中 你要要這個復養 要復養 這豬場要清的乾淨 然後要追蹤啊 然後同時呢 對於像農民啊 他在他在這個 你這個清這個豬場啊 然後焚燒這些豬啊 豬汁啊 活埋啊等等之類 他的損失也很大 那你要如何的給他貸款 讓他能夠復養 然後這個追蹤 追蹤的過程之中 如何保持 不受到再進一步的感染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工程啊 所以說 雖然這個中國 的農業農村部呢 根據他們的監測資料 他們說今年底的這個活豬產量 會到這個探底 應該就會到穩定啊 可是呢 嗯 根據他們實際上面的資料 卻顯示啊 他的這個活豬的存欄 和母豬的存欄 就是存啊 存在的存 他同比下降啊 這個超過30% 就8月份同比下降30% 9月呢 同比呢 下降呢 是擴大到了41%啊 所以 呃 這種因為豬肉價格上漲 形成的壓力呢 通膨的這個壓力啊 通脹的壓力 可能會持續到明年下半年耶 尤其是這個1月份啊 明年1月的時候 受到春節的這個影響 他們的這個CPI呢 現在預估呢 可能會突破4 所以這個實際上的 他們所在內部呢 面臨到的CPI上漲的 這種壓力 豬肉的這個供給的問題 真的 對於中國大陸來說 他要整個去調控 他的這個經濟 然後現在外部呢 又受到中美貿易大戰的 這個影響啊 呃 關心這個豬肉的問題 真的是比 會比來的關心 香港暴動呢 來的更為核心 更為關切啊 人民的生活 呃 如果說 受到物價上漲而不穩的話 那個對於整體的 穩定性來講 社會穩定性來講 是會有重大衝擊的啊